266 大公報 記東遼韻指業主濫收電費 2015年7月14日要問A 07 大公報信 記者旅因罪報道 嚴下已致 高雅電費令不少低收入人士是不需要 一項調查發現 俗稱無人士的非公屋 非中緩的低收入住戶因分租單位欠獨立電表 租業主濫收電費的情況普遍 其中69.3%無電力公司安裝的獨立電表 68.8%人須直接向業主交電費 當中83.3%人所交電費給電力公司收取費用高1.5至2倍或以上 調查機構促請政府及電力公司再分租單位安裝獨立電表 並直接向他們提供電費津貼 救世軍上月訪問244名 無人士 發現電費及租金佔收入余四成 余83.6%認為電費超出家庭收入可承擔水平 直接向業主交電費的受訪者中 有一半人交付每道電費 高於電力公司的電費水平1.5倍 24%超出1.5至2倍 有個別住戶高8倍 24歲的阿富欣工商在家代業 現時以每月3200元租住元朗一間鐵皮屋 因夏天鐵皮屋吸熱 室內最高溫度可達攝氏47度 約開冷氣每月電費需1340元 他投訴租房東燃收電費 救世軍社區計劃高級主任馬澤順子 大部分分租單位無獨立電表 無人士 已被業主燃收電費 且不能受惠於政府的電力紓困措施 加重經濟負擔 他建議政府應加強規管 有促請電力公司為分租單位安裝獨立電表 避免業主燃收電費 3